大家好 又是攝影一周的時間 今天又是Gilbert Sir 和Andy 首先 那一件不是很開心的事 就是Leica相機 被Gip On M&K M&K 在星際的一間 我想大家每個都去過 去過 就算不買都裝過 不買都會看 因為很多Leica 大部份Leica在那裏賣 所以Andy Sir 會將他們秘道的CVL號 展示出來給大家 大家記住 所以要買二手 就真的要檢查 小心點 因為事實上 亦都為什麼 其實珠寶店 那些名牌店 很多被人打劫 珠義士 未試過有相機店 第一次 被人打劫 就是這麼大規模 真的 因為是有些問題 因為相機有CVL號 其實你拆裝買了 你怎樣 如果他不在香港 對 對 所以 亦都估計 真的不會在香港 用 可能是賣去其他地方 對 賣出去 就是離開香港 對 因為在香港 你這樣賣 如果我喜歡買拉卡 而這段時間 都要小心 對 大家都會小心 買了這些批貨 大家都會 對 聽說有一支很厲害的 M50 F1.2 AA鏡頭 說價值50萬港元 上次說過 那支 那支 那支是40萬歐元 這支是50萬港元 這個 香港也有 很多 我也有 那次我取笑他 你無故故 幾百萬 其實不是選擇很多 28支鏡頭 已經超過100萬 哦 那你拉卡 那是很細枝的 它鏡頭多 機身好像沒有 機身損失兩個 兩部而已 正如它們不是很 偷的機身 就算是M9、M10 都沒有人拿人拿 鏡 鏡值錢 對 鏡值錢 一向都是 拉卡是鏡 和值錢 和Lasting的價錢 是Lasting的挺好的 所以 不過我想 因為 我們叫做慢 因為我們 一周後 自己做 很多 Facebook 已經說了 已經全部出了 大家就小心 如果 要買二手 拉卡 就知道這件事 這裏不用說太多了 是 那 有什麼玩具 說玩具之前 就說2022 因為 剛剛完了 那 2022這一年 原來 很多廠商 都會推到Blocker的相機 就是細細部 反屏幕 然後 可以自拍 youtuber youtuber 多 沒錯 即是你現在youtuber 你根本就已經百花齊放 是 煮菜又有 介紹地方的 又有 去行山的 又有 你想得到有什麼 他都有片 出的 所以 Sony出了很多架 很多 連Nikon 都出了很多架 最後還有Z30 ZFC 其實很多架都已經是 你不用 你看以前 Gopo 他都很久才 是 是 因為Gopo 已經不夠Blocker 那個範圍 因為 真正用相機來做 所以 其實很奇怪的 就是 其他人 就湧進去 只是Blocker機 營銷比例 現在差不多轉7% 8% 這麼厲害 所以非常強勁 但是 我們Canon 就把M系 以前Canon的M50 M6 Mark II 是這個範圍的機王 是人都用它來做Blocking 但是 它就退出了市場 所以 其他人就加入了這個市場 甚至乎 有些機本身已經小 例如OM 一向都有人用來做 Panasonic OM 都有人用來做Blocking 不過 那些機器 Microbot 始終就有一個舒適的 對 Sensor 你Sensor 要二成 變成你的鏡子 會舒適很多 是的 當然 它的好處就是 細 但是你的鏡子 變成沒有了 Y島 有時拍Block 是 拍Block Y是很重要的 所以 已經很 所以很有趣 拍Block 又不是要求Fulfill 是 太大部 太大部 沒錯 太大部 所以 這個就是 最近Block Blocker 的機器 就是 Canon 這幾年的銷售策略 真是 令人勾勾的 很古怪 是的 我們不是這些 普通人可能想不到 要怎麼想 是 其實 本身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看回它本土 或者海外 都是 它現在 之前 最多最多的機 其實買得最好 M機 買得很好 是非常 機王 可以說 我自己本身 M6 Mark II 我都很捨不得 雖然只有那幾支鏡 但是 你的用途是少 其實你拍這些東西 你不需要多 是 沒錯 一兩支鏡就夠了 一兩支Zoom 是 一兩支Zoom 一支大光圈 用來拿些 什麼 已經夠 已經夠玩了 即是你給的資源 不需要太多 是 其實很奇怪 它又不做了 不知為什麼 但是 我就有一個估計 一個估計 因為 新 聽說 又有動作 有什麼 聽說 2月份 現在1月 剛剛過了 2月份 它會公佈 R8 R10和R7 出了不久 出了R8 R9 有什麼意思 有什麼好處 這部R8 聽說 最終於在CP Plus 就會出了 這個 你看它的排名 就在R7的後面 對 在R10的後面 在R10的後面 是一個中間的機器 也即時說 它覺得 R10 是不是 差一點 但是R7 又貴一點 很少 所以出了R8 所以出了R8 你將來可能會買齊一套 R1至R10 現在只差249 叫249 三飛 對 這部R8 說真的 定位是什麼 我覺得它是想 代回R6 以前的M6 Mark II 或者M50 這些機器 但是R10 其實出了 反應如何呢 當然 除了R8之外 其實還有G 11-22 這支R11-22 擺明是M鏡 那支M鏡 就是我們 M是人 實買那支 你很奇怪 你現在覺得 不要聽 你中間哪一堆 如果照我們常理 有Systematic的東西 譬如 R1至R5 是高階Full Frame機 R6至R8 就是APS機 R9和R10 R10是APS機 R10 其實R10 它現在R7 打後是APS機 APS機 APS機 有兩個不同的檔次 當然 R7 擺明是很強勁 打著的APS機 旗艦機 原本它出了兩個 R10 就是低階 對 那為什麼不出過R8 R7是強敵 R8是低階的弟弟 大哥是R7 弟弟是R8 R9 R10 取代了M M是那兩個 對 對 對 那你會覺得好看些 你中間是哪一個 那個哪一個 會不會很困難呢 這個困難呢 其實在它的Mount口 很難做到的 因為始終 現在的R9 始終是大一點的 還有這個 法能距是短一點 但是問題是 它又要用回那個 這個 以前的 方法 就是單反方法 始終 不會像M機那樣小的 所以 它就算R10 出了 其實 很大問題 就是R10 究竟 是否可以代替到 這個 M50 M2 和M6 M2 現在看不可以 如果可以 它又不用出這架 是 我覺得不可以之後 無緣無故就出了R8 但是R8 真的有些問題 當然它不是很多 資訊 出了來 但是和R10一樣 2400萬像 沒有什麼 有什麼分別 其實幾乎是沒有分別 即是說 會不會外形不同了 不知道 現在可能 唯一的優點 唯一的優點 唯一的什麼 就是 這架機的外形 對 會是 會是 像M機 這架機 就有新意 如果它不是像M機的話 那 還要 Gilbert Sir 我覺得有兩樣 它外形要像M機 價錢 不是太貴 對 你那天買了五千多元 對 沒錯 你現在的R10 不是買得便宜 所以它失敗 就是 機又大 又貴 那你怎麼代我的M50 我寧願使用我的M50 或者我的M60 II 對吧 即是我無謂 無謂去跟你的R 就是 我們用Canon 菲林機 過到來 Canon 菲林機 一向都是 一些 三仔 五仔 沒有二、四的 它不喜歡五、四的 那你過到來 單反 由一、三 沒有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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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五 一和五沒有了三 那你無反 有一、三、五 當你一、三是旗艦機 一個是大哥 一個是弟弟 五就是 中高階機 那你其他那些 你都應該是 在數字上 你的Defi 清晰一點 是啊 即不是 Gilbert Sir 我都沒有考慮過 真的很少用雙數 是啊 一、三、五、七 是啊 一、三、五、七 現在整個八 九 它有個九 90D 有個九 如果整個八 整個十 不知它如何 無緣無故 現在出了雙數 所以 世代不同 有新的 我們都沒有問題 是呀 它會不會是 雙數代表 Blocking 用呢 那你那十不是 是啊 那六又不是 那10 辨ő 辨ő 辨一辨重 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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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很多 Blocker 用家为什么要用M6 Mark II和M50呢 是因为它很小 它不是用单反的那个机影 你这么大一架 那些人怎样拿着你 或者怎样设置你 所以现在唯一不知道 因为它现在没什么出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R8要成功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两样东西 转了Shake-up 转了Design 转了M系那个chip 我不管你的抛口大一点 但是你要转这么小的 抛口大和body大小是没什么关系的 而且你不是差很远 没什么关系的 另外价钱 因为它现在R机始终不知为什么R次就贵了 那你贵的没得说的 那你R值钱可能觉得它 当然它看来我觉得都相似的 因为它一推这架R8就跟着这支11-22 这支镜头的倒就相似了 这个是好似N的 镜头就相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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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觉得Canlon没死错人 很难便宜的 它这些新东西 一定会 我想它卖7-8千 是啊 如果卖7-8千 即是因为R字又要贵2-3千 那你就将市场让我给人家 如果我是那些小朋友 我又想玩这个 开始涉足去做YouTube 没有理由那么大投资的 没有那么大部机 现在阔三大 你的镜头就不公平了 没错 因为你这支镜头 我想这支镜头 这支镜头加这支镜头就过晚了 对了 我在外面多少选择 对 别人那些像你所说 5-6千就有交易了 还有几个牌子选 对了 几个牌子 几个牌子选 几个牌子选 对了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Canlon 很古怪的 出产品的方法 这几年都是这样 我告诉你 我一向对它的双容曝光很反感 对了 对了 没有了 我现在看另一个机器 我现在看Olympus Olympus的双容曝光 不是说它不行 但最要命的就是它的镜头是成二成 而且它的发型很大 它用不到外面的 你看看 最惨的就是这个 它用外面的镜头用不到 外面的镜头用不到 你这么多镜头要用 对了 那些镜头用不到 对了 而且那些镜头用不到很贵 对了 对了 NICON NICON 尚用曝光没有它这么 对了 如果NICON肯听我说 转了一点 做好一点的话 真的 NICON最大的问题就是 很多东西都做到 但是它是不出个锅给你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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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NICON 那些镜头用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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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对了 好了 轮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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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1月呢 我今年 即2002年的残河班就完了 残河呢 原来香港也很多人拍的 是啊 我之前也介绍过 有几个地方拍残河 我都带同学去了几个不同的地方拍 那班完了呢 我就选了其中 他们有些拍得挺好的作品 2 3 4 5 6 7 8 9 10 有个十张作品 选了在这里给大家欣赏一下 那就 看看我们的同学拍成见 就是这样讲 因为Gilbert Sir的花花班 通常那些完成作品都是精彩绝倫的 那我们有评赏的频道 都讲过一次半次的了 因为现在这些图片给我 我已经评了 但我评赏频道 我们希望外边的人 给予一些照片 没错 没错 如果我拿着我和我的照片来评 我已经评了再评 没意思了 但是就不错了 外边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很难寄上来 所以 可以几个月才能做到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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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能是 现在 Gilbert Sir 你要明白 我们这个YouTube 平常都没什么人看 是的 现在的人最喜欢看玩具 是的 即是玩具 有很多人看的 但玩具 我们不是最好 是的 但是 不知为什么 所有人 这个世界 除了买玩具 听玩具 看玩具 平常有人看的 但少很多 像你所说 再要寄给你平的 还要不是玻璃心 任你个人 不是说 只是说 不错 真的少到 所以 平常频道 几乎要倒下 对 对 我看到你很久了 如果你等人 给相片 你真的没有 你说我们的频道 没有人看 很多时候有四五千 但问题是 如果你要别人 给相片 你平 那就很大问题 即是经常找不到 所以 我们现在很多次 平相频道 都是 以前的 舊学生 朱姨子女 这样才有 甚至乎 你啊 哈姨啊 哈姨啊 都是同学那些 那些 那些作品 才有 而真是 开拖拖 有一两集 就真是有人 有机历 太少了 因为我不想 再评学生的相片 你一定不会 拿些最美的出来评 是 美的没得评 拿些 拍得不太好的 喂 我在课堂的时候 已经评过它 如果你再在公开 二次伤害 我不想 不是 所以 平相频道 是太难做了 所以 假装有 就勉强做 不然 都是做不到的 大家 观众都知道 我们每次拍一周 玩具 都是搭档的 我Andy Sir 师傅也好 Heidi也好 精于什么 其实理论上 我们的频道 最精 就是后面出的相片 都是好的 精于拍照 有时候哪里有相片 那些就是我们很少其他频道做得好 对 而我们对于后面这些 就真的做得很好的 但是真的无奈了 因为这个风气问题 就是看的那些 前面Andy Sir说的那些 最无聊 有很多时候错的东西 就很多人看的 但是Andy Sir有点奇怪的 我看YouTube 有很多YouTuber 他都教人拍照的 是啊 但那些有很多人看的 不是 他是教什么 教实用的 什么光圈 什么快门 然后什么 然后哪里打灯 这个有什么 那种 那种是有人看的 而且是教用器材 不是你这种 教用器材 我有一次很空没工作 你知道我现在退休了 只是回来这些 那有空 那有空 按YouTube 他就弹了一些 你知道他有些推荐 弹了个什么什么 老师教影花 我又去讲 人家怎么教 我说大哥 讲得不好听 那些学生 不是 下跌我一站 都拍得漂亮 当然了 但是他要看 他的观点也有二三千 绝对是 因为第一 有很多看YouTube的人 其实程度是很普通的 第二 就是 他看 就是 他以标题 已经吸引了他进去看 OK 另外 就是 他们其实讲的话 是很普通的 就是我们的基础班 都深过他们两倍的 不是基础班 是终合班 我们的终合班 都深过他们很多 不是说我们讲得深 而是我们讲 怎样拍到一些照片 好的话 跟他们比 他们那些是讲好基础 其实差不多和看Menu差不多 现在呢 现在太多人 就很难的 Menu不看 他想你讲一讲 这个按针在哪里 怎样按 这些是最多人看的 哪里呢 那个按针可以按 你教Contrast 教什么 主要是 搞定 那就按你来看 那我们会不会 要不要用这些频道 唉 没有什么人肯说 教影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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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的老师 就不是很想讲这些 所以就有点麻烦 所以 Anyway 尽量 如果有哪些可以教到同学的 又多人看的 我们也会想的 就像我们教影花 如果你教到 用K素去调教 再加上什么 什么白权 偏矩 那些 就是很高深 高深的 已经是高深 其实 说真的 我们就算在综合班 已经教了怎么控制颜色 是啊 但是很多班 神经病 他们就觉得 这些最高深的 但是我们觉得 颜色一向都是 我们喜欢什么颜色 就拍什么颜色 没错 我们向来是拍自己老海中的影像 不是看到什么就拍什么 看到拍什么那些 叫做photocopier 那就不是拍照的 我们拍照 你想到什么颜色 就是什么颜色 现在是数码时代 对啊 数码赢飞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 没错 因为如果不用 就费了半辈 对啊 数码赢就是 第一 你的ISO是随意跳架 是 第二 你的发型平衡 是随意跳架 现在的人呢 仍在讨论 或者是激变 什么颜色才是准 什么 你明白吗 很多其他频道 激变 我要什么 不准的 这部机 我从来觉得 Mandy Sir的部机 没有颜色 颜色的 我要它什么颜色 就颜色 我觉得不够深 你看你有什么 大哥 你拍 product 要拍才颜色 不是 所有这些呢 都是那些叫做 专业摄影师 然后呢 他们呢 就是很 很死硬派的 那1% 2% 都不准 不是死硬派啊 你拍个 product 譬如拍个努力士 你可以拍到它 第二变色不行 都不收货 你那些就要颜色 我拍花 我要这只红又行 我要那只红又行 你又能说那只花 要这只红又行 还有 其实根本就拍不到 一样的颜色 是后继再前翻 这样才交货的 所以我觉得很好笑 但是还是太多人 是对于这些很执着 就是大哥 部工部长欠 CD都还在那里说 你这个部机不准 不准就自己加减 有什么问题 部部机都不一样 我教学 教影花 教育图是一样的 是没有颜色 没有限制的 是 没错 你总之不要出一些 古人精华日式就可以了 是 所以 anyway 就是这样 好了 那我们今天是讲到这里 那我们后面当然 会出光 Gilbert Sir的 《残河班》 那些作品 这次《残河班》 同学的作品 都是很出色的 就是不是一般以前 我们看的那种 残河的面貌 如果拍摄那些 不需要跟我 不需要来报我的班 自己可以拍摄的 那大家看看 接受也好 不接受也好 这些唯美的东西 是你喜欢的 你喜欢便好 你不喜欢 你便拍摄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的概念 没错 没错 OK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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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